221 中國經濟時報 養老金入市穩自當頭 2015年7月27日頭版一章位 章位備受關注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辦法 徵求異見已於日前結束 據人社報新聞發言人李宗7月24日介紹 共收到反規意見一千餘條 支持營意見佔百分之六十一 反對營意見佔百分之三十一 還有百分之八屬於不相關意見 按照辦法徵求意見稿 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股票 股票基金 混合基金 股票營養老金產品的比例 合計不得高於基金資產剩值的百分之三十 從意見反規來看 易點集中在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股市方面 一種意見認為股票是成熟的投資品種 從制度設計上應該流出空間 由管理機構根據市場情況把握投資機會 另一種意見認為 股票類資產投資風險高 波動性大 從安全性的角度考慮 建議降低投資股市的比例 或者不允許投資股市 我國養老金收益率偏低 遭遇貶值風險 存在進一步托寬投資增值渠道的需求 允許一定比例參與證券市場投資 使養老金提高保值增值能力的有效方式 從2000年設立至2014年末 石保基金累計投資收益額5580億元 年均投資收益率8.36% 超過同期 將覆5.94個百分點 其中 石保基金2014年收益率達11.43% 拿石保基金進行比較 入市投資對養老金具有不少的吸引力 然而 我國證券市場不成熟 難改牛短紅牆 暴漲暴跌格局 不漲美國股市哪樣牛長紅短 漲多跌少 由此 養老金入市的話題十分敏感 反對的聲音不少 在前兩年召開的全國兩會上 有多位代表 委員明確表示對養老金投資股市不放心 也有的提出證監會積極推進養老金入市 但首先一個問題是 股市準備好了嗎? 此次辦法徵求意見期間 恰逢 古早預刊見暴跌 上證指數不到一個月時間累計跌幅超過三成 劇烈的市場波動時大量財富被蒸發 令公司光愛老金入市涅把漢 讓老金入市比例成為此次辦法徵求意見的焦點 也有人提出 養老金入市比例上限設定百分之三十可能過高 確保養老金入市投資安全 需要設置合理的比例上限 更重要的是運作要堅持穩自當頭 拿保險資金來說 權益類資產的投資上限為百分之三十 但實際進入股市的比例並不高 今年以來牛市行情火爆 全民炒股熱升溫 但保險資金四月末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的佔比為百分之十四點五四 只是比牛市飲食的去年六月末提高五點一百個百分點 可見 遵取安全性原則的長期資金往往不會用足投資比例上限 資金入市更不會一步到位 從控制風險的角度考慮 養老金入市須把確保安全性放在比追求收益率更重要的位置 養老金也沒必要與石保基金一比收益率高低 可出於風險考量而合理設定入市比例 從辦法徵求異見稿來看 應對股市可能出現的波動風險 養老金入市將採取一定措施 受託機構按照年度正收益的百分之一提取風險準備金 投資管理機構從當期收取的管理費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作為風險準備金 專項用於彌補投資虧損 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養老金投資的安全店 同時緩解公司光 愛老金入市安全性的擔心 李宗強調 養老保險基金是群蛋所喊命錢 確保基金的絕對安全始終是第一位要考慮的問題 假如初把養老金入市當作一種救市措施 過度強調由此將帶來幾千億元的資金 對A股穩定發展沒有益處 A股股值水平被炒得越多 養老金入市的風險性越大 提高養老金入市的安全性 同時離不開對投資者的風險教育 避免市場產生不合理的預期 從這一點常說 投資者吸取牛短紅場與暴漲暴跌的教訓 堅持理性投資價值投資 對自身獲取股市回報有益 也能夠維養老金入市創造更好的條件 責任編輯 掌稅